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那么《入菩萨行人山树海》 前年我们已经讲到了 《一幻供养》全部已经讲完了 中间大家开金刚萨埵法会 也听了几天 现在也开始宣讲这部论典 那么开金刚萨埵法会的时候 也是要求大家念四十万遍 金刚萨埵信咒 我想这一点 当然你参加法会也好 没有参加法会的话 最好你们自己能念诵 如果能念诵金刚萨埵四十万遍的话 那么我们相续当中的罪业 全部得以清净 这一定是佛陀 在佛经当中有明显的宣讲 所以作为我们 一般的修行人来讲 没有造恶业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恶业 也就是说自己想得起来的 想不起来的 这些罪业肯定会造过 如果造了这些罪业 我们能不能成就 非常困难的 所以作为有智慧的人来讲 忏悔业障 这一点是相当的重要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讲 这部《入菩萨行论》 那么《入菩萨行论》的宣讲方式 以后的宣讲方式 我想主要是在颂词上讲 颂文上讲完了以后 实际上我根据 《入菩萨善说海》的内容 他的科判 他的次第来进行宣讲 他的诗文 不一定一个一个地我读下去 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时间 考虑到一些 里面所讲的内容 因为我从颂词上讲一遍 再读一遍讲一遍 有时候往往都是一个意思 这样我想你下面理解的时候 也可能没有多大的必要 希望你们最好按颂词的意义 是根据《入菩萨善说》 如何解释的 其他的大德门 或者其他的诸书当中 是如何解释的 这方面 你们自己好好地分析 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 就是供养里面 前面已经讲了真实的供养 真实的供养当中 有主人的供养和无有主人的供养 同时也讲了 意幻供养 然后现在第四个问题 已经讲了 讲的发愿供养 这样的发愿供养 实际上我们也不用买什么东西 也不是心里面 幻化一个供品 不是这样的 应该发自己的愿 发愿跟医患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比如说 医患 我就心里面 幻化出什么样的供品 然后进行供养 他这里发愿的供养 我就心里面发愿 在世界上所有的众生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让他获得快乐 这个是我发自内心的 发这样的愿 让他一定要获得 如是如是的快乐 熄灭了如是如是的痛苦 这样来发愿 或者在三宝所依面前 讲下珍宝的鱼 鲜花鱼等等 下面所讲的内容是这样的 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他这里颂词当中 别词指的是 除了我们上面所讲的以外 因为前面讲的 医患供养等等这些供养 除了这些供养以外的 我们也应该在诸佛菩萨面前 或者是所有的 供养对境面前供养 供养什么样的供品呢 鱼耳动听的 特别感人 震撼人心的 这样的一些歌声 赞美的歌声 或者音乐等等 这些我们进行供养 当然我们这样的供品当中 也有各种供品 比如说现在的一些乐器 歌声 尤其是一些契乐 比如说翘鼓 垂落等等 这样的声音 妙音也可以 供养诸佛菩萨 人们在口里面 音唱的一些 比如说世间当中 现在很多的歌声 他们唱得特别好听 人们也是喜欢这种歌声 那么这种歌声 也可以供养诸佛菩萨 或者通过这样的音乐 通过这样的妙音歌声 妙音歌声 让我们天下所有的众生 他们相续当中的贪嗔痴的烦恼 以及三度所生的 辛苦 变苦 以及坏苦等等 所有的这些根本痛苦和分支痛苦 全部熄灭 让这些众生 经常成立在一种快乐的生活当中 也就是说 对这些众生带来的快乐的吉祥云 永远逐流 永远在他们面前生存 那么我们心里这样的发愿 有没有力量呢 有很大的力量 我们随时都是这样想 我今天听到一个什么歌声 听到一些音乐声音 或者包括自己在看书的过程当中 就是有时候有一些佛教的 阿弥陀佛等等 这样的树音 露音的声音 那么这些声音 全部心里就观想 让诸佛菩萨生起欢喜心 让众生的所有痛苦 全部熄灭 这样来观想 比如说我们以前 《百业经》当中也是有这样的 当时释迦牟尼佛入定于霍玉家 霍玉家的时候 有一个帝师田 帝师田他带着前大婆王 来到了释迦牟尼佛禅顶的洞口 他开始谈清悦音 供养佛陀 供养佛陀的时候 当时家世尊者从禅顶当中出顶 后来释迦牟尼佛也是在 当然本来佛陀没有入顶出顶的现象 但众生面前佛陀也是有时候打坐 有时候入顶 有这样的形象 那么佛陀也是在现象上开始入定 进行赞叹歌声 进行赞叹妙音 所以我们平时 不管是在汉传佛教 或者藏传佛教 很多高僧大德也是通过音乐 通过一些歌舞来吸引 就是我们很多众生的心 然后他的心已经吸引过后 进行对他 灌输佛教的教育 也是有这种现象 比如说我们以前 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每一次夏天的时候 应该说正好现在的时候 大家在外面的草地上 都唱一些金刚歌 跳一些金刚舞 就供养诸佛菩萨 当然跳金刚舞和唱金刚歌的 他的密意和甚深的奥义 就像我们彭仁波切 在《有关论典》里面所宣说那样 有甚深的密意 从表面上看 也是对人们来讲 有很大的利益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宣讲佛法 不一定来很多的人 然后如果我们今天 有一个佛教的音乐会 佛教的有一些演唱会 那个时候 成千上王的人都会集中在这里 我们原来开一些法会的时候 附近的一些老乡 也参加得不是特别多 然后一说我们在这里 跳金刚舞的时候 那成千上王的人来到这里 你们的金刚歌 什么时候唱啊 我可不可以参加 我也想唱一唱 我也想跳一跳 很多人都特别喜欢 以前在新加坡的时候 也经常有一些佛教团体 通过这种善巧方便方法来利益众生 很多的佛教团体 也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 所以我们以后也不一定 所有的有些行为 全部按《小乘别解脱界》 里面所讲的那样 唯一的一种行为来舍受众生 当然对有些真正忘记了自己的 也就是说舍弃了自己的 完全是利益他众的 一些大菩萨的行为 可能我们一般人 不一定能接受 但不管怎么样 他有特别甚深的利益 通过这种方式来 让很多众生获得快乐 平时他在生活当中 心里的烦恼也很深重 很痛苦 但是当他听到一些佛教的音语 当他获得了这样的 佛教的清零 慈悲的感受 那么马上熄灭 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 可能对有些高僧大德 对有些人的行为 完全不能以我们的一些 当然按照《小乘别解脱》的观点来讲 出家人也不能唱歌跳舞 这一点大家都应该清楚的 所以一般的出家人 完全以世间的歌舞来吸引人 这个也可能不太好 但是有时候通过佛教的一些歌曲 通过佛教的一些妙音来 帮助众生 现在包括像台湾 香港 好多的一些歌星 他们都是唱一些观音信咒 阿弥陀佛 还有一些打败咒 信咒 信经等等 有很多佛教有关内容 给大家唱颂 这样我们平时也看见 不信佛教的人 在车里面经常放这些音语 实际上对他的相续当中 也是剥下一个善根 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有时候发心特别大 那么自己不管怎么样 对众生也是有利的情况下 也可以这样做 我听到海淘法师 他到日本去的时候 有些人给他讲 我们去卡拉沃克 他说 我出家人怎么不能去啊 后来他们说 去去去 没有事 后来他说 好 那我也去吧 最好你们不要告诉别人 他去了以后给别人 给很好的一些念著 他们给一些法本 逐渐逐渐 在这样的演绎圈里面 有些人也相当一部分 已经带入我们的佛教团体 所以我们有时候佛教的 利他的心特别重的话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 某些场合当中 也有这样的开许和方便方法 但是有些自私自利的心 贪心诚心 尤其是对自己的恶劣习气没有断除 反而自己没有把握的话 恐怕也不去好一点 你原来很想度化众生 你就自己想到这种场合里面去了 结果你自己也是 沉溺在里面 然后你自己无能自拔 那就很可怜 有些人自己想发心 结果在发心过程当中失败 也有这样的 这方面大家应该注意 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观想的时候 十方诸佛菩萨 应该随处都在 我们自己的依靠 以发愿力量 以悦意的歌声 献上诸佛菩萨 让所有的众生获得快乐 应该这样来发愿 那么下面第二个发愿 是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为愿珍宝化 如与虚降临 一切妙法宝 宁他佛生前 他这里的意思 就是说 还有我们要同时发愿 世间上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玛拉 蒜湖 颂诗等各种珍宝 各种鲜花的语 降临 不断地降临 并不是以此而此 或者偶而行的 是永远的 恒上的 不断地降临在 降临在什么地方呢 降临在一切三宝所依的法宝面前 一切三宝所依的佛塔 佛的灵台 也可以说佛塔 还有在佛像面前 我们在这里 代表佛的身体就是佛像 代表佛的心就是佛塔 代表佛的语言就是法宝 所以我们也随时 都是要观想 发愿 世间上无数的供品 鲜花 以及珍珠等等 这样就像天上降下来的 寻花纷纷一样 变成各种形象的供品 永远恒时地降临 或者飘落在三宝所依面前 那么这里的三宝所依 大家也应该比较清楚 比如说 这里所谓的法宝 所谓的法宝 实际上是从内容上和言辞上 有两方面来讲的 从言辞上 所谓的三藏十二部 以及后来的高山大大们 所造的这些无数的论典 这些都是包括教法当中 那么教法当中 现在我们经常看见一些 佛教图书馆里面的 有关经书 论典 包括现在人们在佛教场合当中 发行的一些 有佛教内容的一些维瑟地 地位地 还有一些软件 光盘等等 全部我们可以 包括在教法里面 所谓的正法乃至我们现在 凡夫人的相续当中 生起一刹那的信心 一刹那的悲心 一刹那的空性正解 一直到得地的菩萨 然后佛陀相续当中的 大悲无缘 无缘大悲和无缘智慧 这样的境界 全部包括在正法当中 所有的佛法 可以教法和正法 就像《世情论师》 在《俱舍论末》 《偈颂》里面所讲的那样 佛陀所有的佛法 可以包括在教法和正法当中 那么这样的教法和正法 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也应该发愿 这些教法 正法永远逐游在世间当中 而且有无数的这些供品 经常在教法面前显现 显现以后让有无数的众生 依靠教法和正法 自相续当中获得了利益 所以我们现在弘扬佛法 应该大家要想得到 始终都要想得到 想到什么呢 所谓的佛法只有两个 一个是教法 一个是正法 所谓的教法就是文字上的东西 或者词句上的东西就是教法 如果这些没有 你看当时在中国有些文革期间的时候 基本上所有的经书和一些论典 都毁毁了 那个时候所谓的教法 受到一定的损伤 损害 毁灭 也可以说是一个 历史性的毁灭 那个时候在正法当中 受到毁灭没有 当然有些人可能生邪见 也有这样的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的 心的相续当中的 对佛陀的感恩之情 对众生的悲心 或者说对佛法的境界 就根本没有丝毫的瞬间 没有丝毫的减少 这种情况有 那么在这种情况可以说 教法受了一定的损害 但是正法也有相当一部分 可以这样讲 那么我们现在来讲 在有些道场当中 既有教法 也有正法 有些地方虽然有 《大藏经》 《论珠》 全部都摆得正正经济 但是人们都是没有去研究 没有去参与 没有去修行 没有去修行的话 教法是有 但正法没有的 所以我们以后 应该说弘扬佛法 当然你饮经书 磕光盘 做这些也是一种弘扬 但是最关键的 自己要懂得佛法的道理 这一点很重要的 自己懂得以后 仅仅自己懂得还不行的 我自己懂得的这种境界 尽量传给有缘的众生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 实际上有很多很多一些 具有善根的人 具有善根的人面前 哪怕是你给他讲 一点阿弥陀佛的修法 或者说讲一些菩提心的功德 或者讲一些 基本的一些佛法 咒语的力量这样 逐渐逐渐 他的心的相续当中 有一些改变 那么所谓的改变这一点 我们可以称之为正法 所以平时我们也在讲 所谓的弘扬佛法 你不一定要非要在一个法座上 或者依靠举行一个特别隆重的意识 不一定是这样的 实际上每一个人的身上起一点 或者他的心里有种改变 原来是恶人 现在变成善人 原来对佛法有成见 现在对佛法有正见 那么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叫弘扬佛法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佛教徒 我觉得弘扬佛法的机会是都有的 只不过有些人不运用而已 所以他这里所谓的妙法 应该这样理解 接下来讲灵塔 佛塔 他这里刚才一个是教法 一个是佛塔 我们也平时知道 比如说按照密宗的观点 十轮金刚佛塔 大广广广摊成佛塔 还有像密集金刚佛塔等等 有许许多多的一些 密宗方面的一些坛成佛塔 这方面也比较多 然后按照显宗工程的佛塔 佛经当中经常所讲的有八种佛塔 那么八种佛塔当中 第一个我们经常说的是莲花塔 实际上莲花塔 当时释迦牟尼佛在宁比利化缘降生 将生以后 整个世界当中佛陀出世 后来金凡王 为了纪念佛陀的诞生 然后在宁比利化缘 造了佛塔 这个叫做莲花塔 还有第二个佛塔叫做菩提塔 菩提塔释迦牟尼佛 在印度金刚座显现成道 降伏四魔 获得了大吃大悟 那么这个后来尊圣王当 为了纪念佛世尊当年的成就 就是证悟 建了这样的佛塔 人们也称之为 叫做降魔塔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 转法轮塔 佛陀称道以后 再过了四十九天以后 到印度路易园 为四比丘为主的众生 宣讲了第一个四比法轮 整个世间当中传向了法谷 也可以说佛法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 也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第四佛的佛法 从那个时候开始 为了纪念这一点 所见的佛塔 叫做转法轮塔 也叫做吉祥门塔 所以这是转法轮塔 那么第四个 叫神变塔 当然我这里 今天我没有 其实我每一个人 应该把佛塔拿出来也可以 但是到时候给大家 也应该有通过各种方式 给大家可以看一看吧 原来上师行地的后面有八大佛塔 其实我们印经书的时候 有时候在八大佛塔 夹在里面 印在里面 实际上修八种佛塔的功德也有 刚才所谓的神变塔 释迦牟尼佛在舍尾城 向佛外达六大本师 之后获得了胜利 获得了胜利以后 丽扎波国王等等 他们建造的佛塔 叫做神变塔 第六个就是天降塔 所谓的天降塔 佛陀到了三十三天 为母亲所打成佛法 后来来到人间的时候 人们为了经验这一点 所造的佛塔叫做天降塔 也就是叫做天降塔 还有一个叫做和和塔 第六个佛塔叫和和塔 和和塔在满迦达的地方 佛陀为提波达多为主的一些人 搞破和和神 圣众和和以后 所建的佛塔叫做和和塔 第七个佛塔叫做尊胜塔 释迦牟尼佛要 接近涅槃的时候 当时很多弟子在佛陀面前 请求不要涅槃 佛陀告诉大家 你们给我建造一个尊胜塔 那么尊胜塔 代表我的法身 现在我们在汉地也好 在很多地方有这个佛塔 叫做尊胜塔 第八个叫做涅槃塔 涅槃塔 释迦牟尼佛最后在 居罗那城显示涅槃的时候 大家也是为佛陀的纪念 造的佛塔 这叫做涅槃塔 除了这个以外 在佛塔从历史上看 也是有许许多多的佛塔 所以我们在这些佛塔面前 也应该 我们见到这些佛塔的时候 也应该这样想 这就是代表佛陀 而且佛陀亲自开许 造这些佛塔 尤其是我们现在 藏传佛教当中 所造的这些佛塔 实际上佛经当中 有特别好的一些 怎么说 有记载的 佛经当中有记载的 然后他的形状 他的尺寸 这些都是非常的如法 大家看见这些白色的塔 不要认为 这里有个白色的塔 那里有个白塔 不能这么想 这就是代表佛陀 我们现在可念末法时代的众生 看见真正的佛陀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佛陀在有关经典里面 比如说《悠战佛塔经》等等 这些经典当中 都宣讲了佛塔的种种功德 因此平时我们 佛塔的形象多种多样 汉传佛教也有 汉传佛教的一些佛塔 比如说像斯里兰卡 还有一些像银利等等 这些也有 不同的一些佛塔的形状 那么这些形状 跟现在太古的一些佛塔的形状 也是比较相同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佛塔 都有一定历史的依据 比如说以前爱王他发心 造八万四千个佛塔 那么这些佛塔 很多地方的佛塔的形状 不一定是相同的 但实际上跟佛的真身 没有什么差别 同时我们也应该这样想 凡是世界上的佛塔 在花像上也好 真正具足的地方 这些都应该想供养 顶礼 这是对我们修行人来讲 非常重要 看见一个佛塔 你马上接下帽子 你马上何尝顶礼 这样对你来讲 功德相当大 尤其是现在中国来讲 在北京有佛亚舍利塔 佛亚舍利塔确实是 佛陀真正的佛亚装在里面 从历史上看来 这是细微的难得 我们有机会的时候 应该超白发愿 这也是很重要的 还有法门师的佛制舍利 也是极为难得的 除了中国的这两个以外 现在斯里兰卡有一个佛亚舍利 除了这个以外 还是很少的 在世界上是很少的 因此我们遇到了 这些佛塔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在佛塔面前供鲜花 供水 或者说自己顶礼 如果这些机会都没有 心里就念一些供养礼 然后就默默地发愿 发愿让世界所有的 这些鲜花 珍珠等供品 在佛塔面前经常出现 让无数的人们超白佛塔供养 当然现在有很多一些 传承上师的一些祖师的灵塔 这个也比较多的 我们经常到一些 汉地的时候在寺院当中 很多寺院的主持人 或者寺院的一些高僧大德的灵塔 也在寺院的 不同位置上有 不管是我们什么样的传承 你遇到了 比如说你藏传佛教的人 到了汉地的时候 你看见那一个祖师的佛塔 你也应该顶礼 顶礼超白 然后汉传佛教的一些 高僧大德也好 或者一些居士你到了藏地 你去藏地的时候 在藏地如果随处 都看见一些白色的佛塔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也应该合照顶礼 因为造佛大的功德 也是相当大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有一年 不知道哪一年忘了 他老人家也发愿 我们这个世界上 马上大家发愿 修一万个佛塔 因为当时上师的 发心力量是非常大 不像我们那样 发完心以后 各个地方发心 一万多塔 很快的时间当中 已经成功了 所以现在我们到哪里去的话 可以说在当年 这些造的佛塔 哪里都可以看得到 在藏地来讲也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们供养的佛塔 后面还有一个叫佛像 佛圣 颂词里面说的佛像 实际上就是佛像 那么所谓的释迦牟尼佛的佛像 应该说是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 这个斯里兰卡的一个美女 这个美女叫做长嘴嘛 也叫做真满 没得跟长嘴 没得跟长嘴 应该是真满吧 珍珠的真 宝满的满 那么真满美女 当时祈求佛陀以后 佛陀开许 画佛世尊的像 从那个时候开始 有习惯可以绘画 所以佛像当然有雕刻的 还有一些塑造的 还有一些绘画的 多种多样的 现在一些商场里面去看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也有唐卡 也有一些画像 也有一些雕刻等等 各种画像 不管是你什么样的佛像 也是值得顶礼 就像亲友说的 前面的集中里面所讲的一样 我们智者对真正的佛陀 不用说了 佛陀的画像 也应该值得顶礼 真正的佛像 比如说佛像 佛陀在世的时候的佛像 当时佛陀二十五岁的时候的一种像 像佛陀二十五岁的像 那样制造的 当时华家所制造的 在多岁天 没有这种历史 然后佛陀十二岁和八岁的像 当时非常出名的一个公桥石 公桥石 叫做噶尔玛不修 他所造的两尊佛像 现在分别为 拉萨的大招式和小招式 那么这三个佛像 人们都说是佛陀亲自开广的 就亲自开广的 所以人们操拜的话 实际上跟佛陀没有什么差别 我看见以前的一些 历史书里面还有说 有一个叫做谭香佛像 听说以前在北京故宫里面 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 以前很多历史里面写的是 比如说包括红石的柱石里面 都写的是在北京故宫当中 那么这也是人们说是 佛陀亲自开广的 佛陀亲自开广的 有这样的说法 不管是佛陀亲自开广的也好 或者是佛陀开许的 后来我们现在看见的佛像 大家也应该看了以后 不要看着一般的像 一般的一些画 不能这样想 一定要想这个跟佛陀没有什么差别 发愿让世间上所有的 这些美妙的供品 永远都呈现在这样的佛像面前 如果我们这样发愿 其实我们很简单的事情 实际上也造了极大的善意 作为修行人来讲 随时都应该这样来发愿 这一点比较重要 那么下一个供养 第五个供养 也叫做无上供养 无上供养 在颂文当中是这样说的 有如妙及相 昔日供诸佛 无依如是供 如来诸佛者 那么意思就是说 像妙及相 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 以及弥勒菩萨 观世音菩萨等等 佛陀教法下面的 八大菩萨为主的所有的 这个菩萨 阿罗汉 圣者等等 他们对佛陀怎么样供养 那么我 作为法菩提心的我来讲 我也是应该 如实地向诸佛菩萨面前供养 这个叫做无上供养 为什么叫无上供养呢 那么它的功德是相当大的 一般的供养根本比不上它 所以我们经常 有些人可能所谓的供养 就是在一个红宝里面 放一点钱给上师 或者点一点箱 这就是供养 实际上 我们没有好好学习佛法的时候 经常对佛教的 基本道理不太懂 人们看起来 所谓的供养很简单 我懂供养 懂供养 供养没有什么不懂的 但实际上最简单的 所谓的供养可能不会懂的 为什么我们前面的神供养 发愿供养 意幻供养 这些可能好多人 想都没有想过 然后供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供养的时候发心是什么样的 它的供养对境是什么样的 供养的目的是什么样的 这些都好多人不会懂的 如果你没有懂的话 那么你所谓的供养根本不懂的 因此在这里 所谓的无上供养 无上供养的功德 也是无法言说的 相当大 为什么这么讲呢 比如说像文殊菩萨 在佛教当中是 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 也就是诸佛菩萨的 所有智慧的重景就是文殊十利菩萨 文殊十利菩萨的禅定 他的功夫 他的重持力 还有智慧等等 都是无有伦比的 他的供养的方式和 他的供养的功德 就是我们一般凡夫人 也是无法比较的 没办法比的 比如说文殊菩萨 如果供一朵花 那么他当时的发心 他当时的方法 肯定不像我们供养那样的 然后普贤菩萨供养呢 我们前面在有些讲义当中 也给大家讲过 所谓的普贤养共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心口 或者菩萨菩萨他的心口 发出无数的光 每一束光端 又出现无数的普贤菩萨 每一个普贤菩萨的心间 又发出无数的光 那么每一个光端 出现供养天律和供养天子 那么他们受持 也是无数的供养 向十方诸佛菩萨面前作供养 这样的供养 当然说是无量无边的 我们凡夫人无法想象 我们只有一个东西给你 这是一个供养 这样认为的 但是普贤菩萨的这种普贤养共 在《华严经》里面 有详细的宣说 是无法相比的 应该是这样说的 那么文殊菩萨 观世音菩萨等等 他们供养的功德 也是相当大 那么我们凡夫人 现在有没有这个能力 当然是不可能有的 作为凡夫人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那么我们供养的功德 要变成无上 那怎么办呢 我们心里面这样观想 文殊菩萨怎么样观想 我也这样供养 普贤菩萨怎么样供养 我也这样供养 这一点 我想是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应该能做得到的 这是我们凡夫的分别念当中 也可以显得出来 没有什么 文殊势力勇猛 普贤慧心勇猛 我们在回向的时候 也经常这样念 普贤菩萨怎么样回向 我也这样回向 那么文殊菩萨怎么样回向 我也这样回向 实际上很多的教言书里面 很多的窍诀书里面说 我们同样获得了 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善根的功德 所以我们应该想一想 我们一个人什么都不观想 光是把供品作供养 供得大不大呢 供得不大 那么我们如果 比如说我早上起来 你们明天早上开始 供花 供想的时候 你就这样想 文殊菩萨怎么样供养 我也怎么样供养 我的传承上师们 包括法王如意宝 历代的传承上师们 每一个佛教徒 都有自己的根本上师 这些根本上师们 怎么供养的话 我也这样供养 这一点像我这样恶劣的人的 分别念当中 也是可以显得出来 这样的话 佛陀告诉我们 跟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我们平时认为 我会供养 供养没有什么可听的 供养我会懂的 其实不懂 真的有些佛教的道理 你没有长期闻思 基本上不懂 你懂了以后 在实际行动当中也会行持 因为有这么大的功德 我们对佛陀完全信任 他的金刚语当中 既然有这样的供养方法 那么我们一定会这样做的 我每一次供养的时候 比如说 你见到你的上师的时候 你在一个红包里面 第一块钱 三毛钱 然后供养你的上师的时候 虽然这是三毛钱 但是文殊菩萨怎么样供养 我也这样供养 会不会这样 你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文殊菩萨 给十方诸佛菩萨面前 怎么样供养 你也是有如实大的功德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 反正别人也供养 我不供养也不好意思 还是供养一点吧 心里面也有前世心 也有一些不恭敬心 也有一些为难的心 不供养好像不好意思 还是供养一点吧 这样供养的功德就没有了 所以我想 供品大小不在于 一定要你的方法上 看我们平时 就是在诸佛菩萨面前也好 或者高僧大德面前 在供养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观想能力 这种观想能力 我想也不需要 远离一切戏论的中观见 或者一些密法证物的证见 不需要这样 依靠这样的想法来可以摄持 而且在《报应经》里面的教证 很多论师认为 这是七地以上的菩萨 比如说七地以上的菩萨 他表面上看了一朵花 但是这一朵花变成成千十万的花 在佛陀面前供养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去殿堂 去佛像面前供养的花 很多人的境界是不相同的 你也买一朵花 我也买一朵花 但是我供养的时候 我当时可能想 我把这一朵花变成无数的花 供养诸佛菩萨 文殊菩萨怎么样供养 我也是怎么样供养 你是当时这样想的话 那你获得的功德是无法言说的 然后另一个人 我买一朵花 我这一朵花就供养吧 心里面只有这样 除此以外没有什么观想的话 那你只有一朵花的功德 甚至这个人想 我今天供养一朵花 让我快乐 让我身体健康 另外那个人 我们原来也讲过 为了天下无边的 一切宗生而供养 那功德完全是不相同的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 有时候觉得确实 不要说一些大的正见方面 一些高的境界方面不说了 我很简单的一些 供养 布施 持戒 在这些想想细细的问题上 很多人都波动 因此现在的人们 特别需要学习佛法 如果你没有学习佛法 口口声声说 我是已经佛教徒 我是如何如何了不起 实际上在自己的言行举止当中 根本没有做如法的行为 就是没有做如法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是讲无常供养 大家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来讲 应该平时做无常供养 应该能做得到的 大家不要忘 下面讲的是第六个 赞叹供养 赞叹供养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他这里的意思 主要是以赞叹的歌声 赞叹的一些音声来供养 具有像大海一般的 圣口依的无量无边功德的诸佛菩萨面前 我这样的供品 这样的歌声 永远都是变成吉祥的 赞格的云 永远飘落在这些诸佛菩萨面前 我们心里也是这样想 平时听到了一些歌声 听到了一些音乐的声音 那么这种声音的时候 也应该这样去观想 观想也可以 或者有时候自己上知 比较好一点 这样的人在诸佛菩萨面前 经常唱一些 赞扬三宝的歌或者赞扶歌等等 这些可以延长以后 实际上自己也获得很大的功德 现在有些外面的一些佛教徒 他自己声音 比较好一点的人 经常看见一个上师 哎 上师啊 我以前是在什么地方唱个歌啊 我要不要在给你面前 唱个流行歌啊 但你流行歌不知道 上师生不生欢喜也不好说 不过有些人现在 流行歌和三宝歌也是分不清楚 现在凡是听到一些 有些佛教徒太过于执著 比如说我们威士地的前面 发一些佛教音乐的时候 不要听 不要听 那些流行歌不要听 他们什么叫做流行歌都不知道 也有这样的 有些人可能根本分不清楚 这种也有 但实际上 不管是什么样的音声 你只要心清净 对十方诸佛菩萨也好 金刚上师生起欢喜心 也有非常大的功德 因为所谓的三宝 实际上是非常殊胜的对境 在三宝面前 我们怎么样的供养呢 有一定的力量 在宝灯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无垢的供品 在三宝面前供养 远离四母 很快的时间当中 获得了菩提 在佛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然后在《地藏经》 我们藏地的《地藏经》 里面是有的 《汉地地藏经》有时有 但是里面有没有这个教证 我没有翻 那么《地藏经》当中 这样讲的 所谓的善解的快乐 全部以三宝的力量 而产生的 那么世界上 想获得幸福快乐的人 一定要供养三宝 当然供养三宝的方式 你如果一些海潮因 海潮因是在这里 意思就是说 就是无量无边的 大海是从世间上也好 或者从方向上 无法衡量的 无量无边的 那么这样的 隐身来进行供养 进行供养的话 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同样的道理 不管是从你的隐身也好 或者你的行为也好 你的心理也好 或者一些供品 凡是在殊胜的三宝对境面前 做这样的供养 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因此我们平时 自己有一些供品 自己有一些能力的时候 应该有一个 纯洁的信心来供养三宝 供养三宝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供养三宝 平时供给自己的肉身 供给这个 或者没有什么意义的 这样的对境 我觉得是不太合理 大家自己有这种能力的时候 哪怕是一个 特别小的供品 你看见佛像的时候 去供养 供化 我看见汉地的 很多誓言当中 真的在佛像面前供化 供养 那这种现象是相当多的 有时候看起来真的 虽然有些人发愿 可能不是特别好 全是为了自己 暂时的一些利益 但不管怎么样 你在佛陀面前 皈依 供养 顶礼 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 因此应该值得随喜 下面是第七指宫里面的 供养池已经讲完了 供养有这么多的方式 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过后 七指宫里面第二个顶礼制 顶礼制是颂词当中 这样说的 这个我们在顶礼的时候 应该这样观想 所有的诸佛菩萨面前 就是把自己的身体 不应该观想一个人在顶礼 在有关经典当中 也这样说的 我们在顶礼的时候 把自己的身体 化成无数的微称的数量 也就是无量无边的 自己的身体 无量无边的身体 在具有无量无边的 功德的诸佛菩萨面前 就是身体 语言 心全是相当的恭敬 而顶礼 那么他这里顶礼的对境 未来已经实现 涅槃的佛陀诸佛菩萨 现在正在转法轮道 后来即将涅槃的 这些三世的诸佛菩萨 以及自己的金刚上师 等等面前顶礼 正法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样 教法和正法为主的 世间当中 未来过去 所有的正法面前顶礼 所有大乘像文殊菩萨 弥勒菩萨那样的大乘圣众 以及我们小乘四位比丘以上的圣众 包括所有的出家人 这样的圣众面前 我们也应该 一心意义地顶礼 《普贤行愿品》当中 也是所讲的 一身佛杀身 一一遍离 查成佛法者 意思就是说 我们身体变成无数的身体 然后在佛陀面前 以无数的顶礼方式来进行顶礼 当然顶礼的方式 也有可长途的 可短途的 或者说平时我们汉传佛教当中 有一些顶礼方法都有 都可以 但一般来讲 我们打成《大解脱经》 《大解脱经》里面所讲的 现在藏众佛教里面的莲花合掌 一般来讲两个手掌 也并不是铁笼 稍微里面可以放一个莲花一样的 这样的莲花合掌 然后身体站起来的时候 身体要断止 平时说的是四种症 如果身体断止的话 脉断止 脉断止的话 缝止 缝止的话 行止 站起来的时候 身体一定要伸直 然后跪下去的时候 五体头地 五体的话两个手掌 两个膝盖 包括自己的前额 应该接住地 这样又开始站起来 身体断止 又这样顶礼 那么这样的功德相当大的 佛陀以前对阿难也是说过 如果你这样一次地顶礼 包括自己身体所压下 一直到乃至金刚底之间 所有的卫生术那样 我们也是获得了 转能王位的功德 但是善可还是不会穷尽的 所以我们磕一次头的 这种功德相当大的 因此我们在磕头的时候 一定要如法 如理如法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磕头的一些 行为也好 动作也好 这些大家应该好好地学 一定要如法 以前不是米拉日巴 到欧巴上师那里去的时候 就是欧巴上师当时 正在给别人传讲 二观察虚 很远的地方看见 米拉日巴尊者在顶礼的时候 他当时对自己的敌众也说 看这个人的顶礼 应该很像是 玛巴罗兹上师的传承 就是他的顶礼方式是相当好的 所以我们平时 看见一个人的顶礼 看这个人以前学过佛没有 如果学过佛 他真正的有些顶礼 是非常如法的 有些好像顶礼 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的 就是一些乖乖的动作 但是很多人特别喜欢表演 反正刚开始学佛的人 他自己会磕头的时候 哎 上师你坐在哪里 我开始给你磕长头 自己觉得好像 毁磕头是非常好 那这样也可以 当然这样也很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磕头的时候 大家还是如法很重要的 这样磕头有非常大的功德 这就是所谓的顶礼 下面还净结着说 同时也应该顶礼 前面所讲的那样佛陀的 领他 佛像 佛塔 还有顶礼 菩提心根本 他这里的菩提心根本 就是自相续当中 生体菩提心的来源 也就是说 依靠大乘上师来生起 这个上师就是菩提心的根本 如果依靠一些大乘的法本来 你的相续当中 生起菩提心的话 那么这就是法本 比如说我们《入菩萨行论》 依靠《入菩萨行论》 你的相续当中生起菩提心 以后你看见《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马上顶礼 一看到《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马上再跪下去 再顶礼 为什么这样顶礼 因为这里有《入菩萨行论》 但是对佛法的一些微妙的正见 微妙的相信因果 对大乘的菩提心 可能能不能说得上也不好说 但是对相似的菩提心 确实在这个身体里面生起来 所以以后不管是怎么样 只要看见这个地方的时候 自己肯定很想顶礼 那么有些经典里面这样讲的 菩提心的根本 不管是法本 上师 还有一些地方 同时在自己的上师 上师降生的地方 转法轮的地方 圆寂的地方 都要顶礼 包括我们佛陀刚开始降生的地方 转法轮的地方 承道的地方 最后涅槃的地方 都是有关佛经里面说 跟佛陀的真身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 如果你去了印度 或者说在这些地方的时候 凡是佛陀的显示 各种各样的一些 弘法临生事迹的地方 都要去顶礼 然后我们一些高僧大德们 你的上师们 你的传承上师们 在哪里弘法的道场 这些我们也应该值得顶礼 为什么呢 在我们的相续当中 获得了这种智慧的力量 这就是来源 他的这种源泉 所以我们也应该值得顶礼 同时在这里 也应该顶礼戒上师 戒上师他这里 比如说有些人 自知不觉的 行持解脱知识的一些 修持密法的大成就者 那么这种大成就者面前 不管是你学显宗的 学显宗的 凡是这些大成就者 我们也应该值得顶礼的 那么有些人想 我作为一个出家人 可不可以顶礼一些 在家的大成就者 可不可以顶礼呢 当然按照一些显宗的 比如说 《梵王经》里面已经说了 出家人是不能顶礼 在家的国王 自己的父母不能顶礼 《涅槃经》第六卷里面也说了 就是说出家人 对在家人是不能顶礼的 还有《四分律》当中也讲了 出家人是对白衣 也就是说在家人不能顶礼的 但是我们密宗的 十论金刚当中也是这样讲 一般来讲我们出家人是值得 所有人的恭敬顶礼之处 就像《《水炼三宝经》里面 所讲的一样 所以恭敬顶礼 但是如果在家人 他的成就的境界相当高 那么即使出家人 也可以向在家人顶礼 所以有些人 你在家身份的一些上师 他是真正有一些境界 如果真正是了不起的 大成就者 作为一个出家人 在上师面前 在你的在家人面前 也是可以顶礼 不过上师在按照其他的 有些《毗奈耶经》里面也是说了 比如说以前你的上师 后来上师还俗了 还俗以后 他显得在家相的时候 你也可以在上师面前顶礼 这是以前在有些戒律当中 也有这样的说法 但按照密宗的角度来讲 这个是必须要成就者 不是成就者 你就作为出家人 不能向在家人顶礼 如果成就者 也应该可以顶礼的意思 那么这里堪布阿什利 所谓的堪布在《华玛论》当中也讲了 对自己传比丘戒和萨弥戒的 这种法师叫做清教师 也叫做上师 叫做堪布 这种法师 同时也顶礼阿什利 密宗所有的金刚上师 也叫做阿什利 显宗当中 这叫做规范师 比如说我们忏悔的上师 传讲佛法的上师 或者给你传一些戒律的上师 皈依的上师 都包括在阿什利当中 因此我们时时的 应该向自己的传承上师 也应该顶礼 这个意思 好 今天讲到这里吧 下支撼比赛 国外观日 empezar 我们下期再见 之前有点好 有点好 сят好 天你的 根靠